晨晨想念個故事裡面鬧多久 之後大象媽媽帶著大象弟弟 走出了森林 因為他們都沒有找到香腸 所以晨晨非常難過 回頭一看 看到好多香腸 終於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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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瘋了 晨晨回頭看到好多香腸 你女兒不想理你了 小香腸出來了 這是大香腸 這是小香腸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之後 晨晨難過著對著香腸們 說他要抱抱 哈哈 之後 之後每個動物都非常的難過著看著終於晨晨 連大象媽媽跟大象肚子都非常的難過 之後各位動物又靠靠近了晨晨 之後 之後晨晨受不了大家 靠近的時候的壓力 他就 說在一起 哭了出來 大哭 哭到發抖 音 lie 香腸 非常 verr 笑 香腸也很難過 沒關係啦 他跟你說沒關係耶 他家裡香腸很難過 笑 神經病 你也超大力打你的 相場哭了啊 哲哲也哭了 笑 之後有一位 女士出現了 在生理當中 在回音當中裡面 各位動物聽到了兩個字 叫做寶寶 大家回頭過來看了一下 發現樹上有一隻 大的猴子 似乎是 終於成的媽咪 智智 智智非常的開心 跑向了媽咪 然後媽咪也很開心的 跑向了智智 智智就大叫媽媽 阿芽 然後大家做寶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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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寶 之後陳陳在麻麻的懷疑 問她說 農曐你當年 媽媽就跟他說 我剛 cradle去蠍廠 吓 媽媽又盯去蠍廠 所以忘了你 你女兒很無言 她覺得你崩壞她的故事你知道嗎 你看媽媽 這邊還有那個 這鄉長的那個 油油的有沒有看到 然後之後各位動物然後就很開心 香腸在這裡 連香腸都很開心 香腸笑了 香腸媽媽跟香腸弟弟都笑了 你配到猴子的啦 媽媽配到猴子 然後之後香腸媽媽就為了感謝 大象媽媽一路上陪著中語成成成猴子 尋找媽咪 之後成成她又非常的感動 爸爸唸的書好不好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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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麼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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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客人 發今日啊 乾杯 感谢观看